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又在哪里 一个人觉得有一个多月的 原来这柜子的概念是他放假的 他都拿走了 一发下一车他搬 他家他女儿来搬 搬他那一车 他搬第一车我也不在家 反正我这房门要走 到现在他拿的 我愿意搬他 第二车走的时候我回来了 乌建国打开衣柜 老婆的衣服的一格 此时全都被杂物堆砌着 整个房间也没有任何女性用品 女主人的痕迹此时荡然无存 吴建国说 老婆搬了两车 才把所有属于她的物品 全部搬完 你这个新老婆他也没有告诉你 他为什么要走 他走他说这个地方太窝囊 他嫌弃你这个地方是吧 他嫌弃这个地方 他这个地方太窝囊 可是他在这里住了多久呢 在这里 十几年了 14年了 你们俩在一起十几年了 他十几年了 这个房子有多大坪呢 他嫌弃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室内大概有80个病房 包括10万 包括少于100个病房 那他搬去哪里了呢 他搬去在学来的 他自己的房子吗 学来的 南口 他是自己的房子 他是分的 连着房子 分的 他那个房子有多大呢 大概有50多个平方 但是他熟悉的 比如这个漂亮多了 虽然只有50多个平方 但是比较精致是吧 它精致 它精致一色性的 他就是有那套房子 他第一次去走 吴建国说 前两年 妻子分到了一套连租房 一向老师本分的流言 开始对他闲东闲西 现在索性直接搬走了 这个是水果 干净还要撒不得 堵得了又干了 这是这个是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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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工具 还是头头挺齐全的 是吧 对 这个是 这是修好的学术 现在我们所正式的 就是搞家电 家电 水电 可以切来掩护屋 所以又是 我们的生产车干 又是我们居住的地方 居住在那里面 吴建国说 自己租住的这一层房子 空间拥挤 房间里堆满了配件 工具家电也散落一地 看上去 这些小物品杂乱无章 但是每一样 在自己的手里 都能发挥最大的效益 虽然居住条件一般 但是吴建国乐在其中 爹爹你现在两点多钟了 你都没吃饭啊 是吧 三点钟了都 他经常睡觉 他经常睡觉 对对对 我有一次这次敲饭 他摸一下 铃声三点钟敲碗饭 啊 铃声三点 这这这这 那一天就我都要吃了 这你平时你老婆在家的话 这个饿肚子这个事情 还是不会发生的吧 发生 还是发生 那就少些 嗯 那就少些 我今天 掐个几袋了 今天掐个糊头带的 早时也只掐开过的 那你今天一天都没吃米嘛 全都是吃的这个面包 小面包 我有时候一天还不下米饭没做 哦 这么 就在这里都是这么 时间这么紧的 这么忙的 我喊大瓶 嗯 你大瓶有这个话 爱瓶灾飞 一个小面包就是吴建国今天的午饭 吴建国告诉我们 刘远走后的这一个多月 自己经常鸡一顿饱一顿 有时候忙起来就是靠一些零食充饥 七十岁的年龄 原本是寒一弄孙的年纪 吴建国依然选择工作 看着满满一垃圾桶的面包纸袋 我们十分心酸 难道刘远真的对老伴不管不顾吗 见面之后 刘远又会说出怎样的隐情 他现在人在家 水晶上 水晶上 你手里导的是什么 钥匙吗 你有钥匙的 我去自己来 哦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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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你爬带来来 在这里回头 阿姨 阿姨你好 你给我翻了 真的 你爹爹就说 说你一个月前搬走了 是吧 怎么会突然搬走了呢 他斗筋斩 有哪个斩 我妈 你接他 我妈 他有那一支 他就姑娘一斩 在一起 他没咱喊他们一起 姑娘一斩 姑娘一斩 但你朝一 我妹子 我就远程 我妹子跟他斩过 姑娘一斩 要是跟他 都斩姑娘一斩 意思就是 你这个男朋友 他没有陪你 他去陪前妻去了 嗯 嗯 我都会给你 他都会给你 他都会给你 一见面 留言满腹委屈 他说 今年大年初一 吴建国瞒着自己 偷偷摸摸 去跟前妻一起吃团圆饭 丝毫不顾自己的感受 吴建国与前妻之间 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就是才斩过了吗 心里就不虚伏 心里就根根的原因 你不虚伏 他一毛干涉 一毛都一定 前一是吧 邻居去看 你是当开始 八五子 我留的 他就得了邻居 一不是当头 二不是八五子 你看我人又是嫌 我都不是的 什么都不是的 你没有领结婚证啊 我没有领结婚证 怎么在一起十几年 都没领结婚证了呀 刘元说 自己虽然与吴建国 在一起十几年 但是 两人一直未领结婚证 面对左邻右舍的玩笑打趣 吴建国也从不正面回应 这让刘元十分心寒 那么十几年来 两人为何一直没有领证呢 难道吴建国跟前妻之间 一直藕断私连吗 这其中 是否有什么误会呢 对于刘元的质问 吴建国极力否论 是否有什么误会呢 那他们的问题 已经安排好了 我了 剩到我了 我就是一百零八千以外的 他们两个人 在建国那里 我一根口口口口 大大大儿子 不可能带我个人 我只要就走了 皮股都不干的 你到哪里可以炒的房子 没有呢 那是你 炒一包都没有开 对于刘元的质问 吴建国极力否认 他说正月初一当天 刘元和女儿去给去世的丈夫上坟 而自己一直在店内忙碌 并没有与前妻吃团圆饭 对于吴建国的解释 一旁的刘元显然不信 你怎么拿 四十个高 要把我干净走 要把我来打我 你看 你干我心的锅 还要你尽量跟他勾勾搭搭 今天他跟他做一个 明天他跟他小登记 后天他跟他走 再也后天他也来 找不去别人 钱也马也 他还要我 他还要我当我做的 怎么 他玩啊 他玩啊 那你锅又放你心 你既然想到他要回来 你锅又放你心 对我就是看六百 他要回来就飞了 他要回来就飞了 就这样他飞了 刘元说 吴建国的前妻十分强势 早几年 甚至上门对自己动手 受伤的脸 休养了大半个月才恢复 而吴建国对于前妻的要求 也是有求必应 经常帮前妻修家电用品 反而作为现任女友的自己 更像局外人 这让刘元的心里 十分不适滋味 离婚十二年 吴建国都已经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 前妻为何还想要回头纠缠呢 这其中 究竟有何隐情呢 我就是学 我没找过去方程吧 你帮过去 就一切他就 我就冒着我 看一看 你如果不帮过去 年底分居 那我就 真要用神学而言 是谁会成熟而鱼 成熟而鱼 你姓上 证明你也要老婆 你也要地套的现化 不然你干的 我嘛 看你干净要神学而鱼 你干净要神学而鱼 是不是 那你无缘难的 那你 我无缘难的 那你 那你觉得 阿姨在你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在你的 是老婆呢 我自己有个老婆呢 如果不过 我还有别个长生的事 那就学 你就冒你了 冒你了 我自己过了 整身自己过了 你是还是把他当老婆看待 是吧 我是老婆呢 我早就用了 跟我们上的高二年 过日子 不干净 不是全民打赢 全州夸东 不是干净 丑杂大方 过日子 你那样 我就问你 你问你 刘元觉得 吴建国的前妻 明摆着就是想要拆散二人 而更让自己不能接受的是 男友模棱两可的态度 吴建国明知道前妻心里的打算 为何他的态度还如此暧昧呢 十二年前 两人又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婚的呢 现在 吴建国的心里 究竟想跟谁安多晚年呢 前妻的介入 是否就是刘元 赌气离家的原因呢 你还有一点免分 你还有一点收缩 你还有一点 你保证你的毛血状 你还有一点 我根本来的一生 有些毛车结尊症 这么样这么样 我们收缘五十十年 你夫妻十几年的夫妻 这么样这么样 无理的家妻 那家妻放在那里 正在那里 某子地方 又发生了万一这么样 你就等人会被家妻 靠靠靠走 你都没有干 一半三十几年的夫妻 或许情况都要交得要干 你也跟我交一个电影机 你觉得叔叔都现在都不相信你 是不是 你感觉跟他做了十几年的夫妻了 虽然是没领证的夫妻 但是你觉得他还是没有 没有从心底里面相信你 没有信任你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感觉还是把你当做外人一样 对不起对不起 夫妻五十几年的名字 夫妻就要有新人 你就是干嘛 新人的 现在就是这样子的 刘元说 吴建国十分不信任自己 朝夕相处在十几年 甚至都不清楚男友的存款有多少 家里的生活开支 虽说是吴建国承担 但是他每天伸手要钱 拿钱还要报仗 这样柴米油盐的生活 让刘元越发的觉得委屈 他觉得自己毫无女主人的地位 此时刘元将我们拉到房间 他说他离家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他离家 想ě先马上 想先去满族 想把他们那家 再撮合是吧 对的 亲身的 ã见 и footprints 刘元告诉我们 吴建国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 一直在中间 极力撮合父母亲复合 而自己在这个组合家庭中 则显得十分多余 看到男友与前妻交往密切 他也表示过自己的不满 但是吴建国似乎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重要性 事到如今他也实在摸不透 吴建国的心思 这个是结婚照吗 这个啊 这个是结婚照是什么时候拍的呀 开始飞起 多少年前拍的呀 四季零 这个是你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拍的吗 就是确定关系的时候拍的 只是拍了结婚照 有没有半久啊 没半久 但也没领真 就只是拍了这个结婚照 刘元从柜子里拿出与吴建国拍的结婚照 他说一个月前离家的时候 特意将照片也带走了 也是为了给自己留个念想 看得出来刘元的心里对于这个家 对于吴建国都留有余地 而坐在门外的吴建国 又是否能给刘元 最确切的答案呢 女人在头就是 买着衣服啊 你去跟她 等人家买着名啊 人家买着名啊 买着名啊 买着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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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忙着衣服还没 然后就没诈 就是他们诈 就是可能我们人家 打着到北京给的邀元 那些什么英国工的金 去年纪就拿 去年纪就拿了几百块钱 哦 你女儿还带你们出去旅游了 去北京 这个费用是全部是你女儿拿的 嗯 花了多少钱呢 花了两万块钱 当时有没有拍什么照片什么的呢 拍的了的 当时是旅游拍的照片 都不已经 就是你们两人的合照 在这长城是吧 长城 这个是 往里长城 这个是鸟巢 这边是 嗯 还有没有边 北京的景点 你们基本上都完边了是吧 嗯 长城底下来 完了多久呢 在那边三个人 完了差不多 仅仅一个星期 完了一个星期 第二个是北京的不幸感 刘元说 跟吴建国在一起的十几年 他的两个儿子 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继母 逢年过节对自己 也没有任何的表示 相比吴建国儿子 自己的女儿则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拿钱填补家用 而且肯花时间 花金钱带老人去北京旅游 甚至入住四星级酒店 有对比就有不满 组合家庭的矛盾越来越多 那么吴建国到底做何打算呢 你一个月购什么购好多一个 港部静右边 你刚刚购好多 你刚刚收拾看 一个月一千块钱 这地生活全面两个人去 应该多不多了 你干啥 可以 一千块钱我也带一千块钱 什么一千块钱 带 差一句子 咋要等下 不能说有那么贪心 练喜欢 就是咱们指的 我十几年跟他 媽吵恨心 管他媽是別人的練習 無非就是踩著恨心 我就練習了 我不是恨心鬧心了 別恨心鬧心了 就是媽的這麼麻煩 管他媽 我就練習了 我那個姐妹說不了一句話 為了我只是說一句話 道別我今天我要套惡媳婦了 你套惡媳婦了 你套惡媳婦 我曾經她的 妳媽是護士 要打著電話 媽是要打著電話 她們在招惡媳婦了 她們在招惡媳婦了 我們在招惡媳婦了 我只招惡媳婦了 她們在招惡媳婦 妳要跟著客 妳要帶著客 妳要帶著客 我曉得客 妳要上班 我曉得客 妳要上班 我給妳要上班 我學到哪兒 要是客 撤著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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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跟妳就不了 從外出事了 妳就從一個人來和我上班 她是一座分的 我摄著客 妳可以看 刘远提出 要吴建国每个月按时给一千生活费 作为家庭开支 由自己自由支配 不想再过拿钱报账的生活 这一要求 吴建国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 但当刘远提出 希望男友不要再与前妻联系时 吴建国则显得十分为难 两人不欢而散 吴建国到底在犹豫什么呢 在吴建国的心里 究竟想跟现任安度晚年 还是与前妻再续前缘呢 你们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呢 进鼻鼻干啥 第一次见面 你当时对她的印象怎么样 我对她的印象 除了是一个古日子的 他当着毛迪母子调解 毛迪人和母子调解 稍微了解 浮现的家庭背景 我当母子调解 我们也当了一千 当了几天 有份有个机制的 浮现之感到也还了个 飞去那一种感想 也得轻松的 怎么轻松呢 嗯 留恋上 留恋 嗯 留恋上 留恋什么 那个时候年轻 年轻很多 年轻 刚刚这个都古证了 就是古语言语 现在凡夫子一直心惊得精彩一下 就是那时候 还是可以 飞起来 挺甜蜜的 那挺甜蜜的 哪个人 可以挺甜蜜的 老个都不懂 吴建国离婚一年后 惊人介绍认识了丧偶 独自带着女儿的刘源 刘源小了吴建国16岁 他温婉 善解人意 让吴建国十分的动心 经过几次约会接触 吴建国发现 刘源勤劳肯干的生活品行 和自己不谋而合 慎重考虑之下 吴建国带着两个儿子 和刘源两母女 组合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虽然两人为了三个孩子考虑 一直未曾领证 但两人的关系还是十分融洽 很少发生口诀 人们以为 日子就会按照这种平淡的轨迹 一直过下去 没想到前妻王云的突然出现 打破了往日的平静 吴建国表示 和现任女友刘源在一起 十分不容易 他想要回归平静的生活 希望前妻能够放手 还自己安宁 那么吴建国和王云 十二年前 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婚的 为何时隔十二年 王云还想和吴建国 重新在一起呢 这背后究竟又有何隐情 记者我跟你说 我现在要回家 两个牛腾跟他说 不准我回家 他说我回家他要吵我 我看着怎么吵 我就先回家 怎么吵啊 我也没结婚证 他也没结婚证 我也两个儿子是经案 他说证据是吧 他什么好意思说啊 可是你们两个儿子 他现在是先老婆了 先人呢 他先老婆他不在这里的 他的宅宅把这 林卫生主要拿走的 一车脱去跟着的 他跟他妈妈宅着 我就去死了居的 他是不用干了面的 那为什么我非个人 我让我也问你 但是吴建国还说的 我就两个宅的 我宅这个朋友 我事实证明是 我就两个宅 就刚刚的宅两个宅的 一见面 王云情绪激动地表示 是刘远主动搬离 与吴建国的家 既然刘远选择分手 那么自己回家 何清何理 为什么王云 那么迫切地 想要与吴建国复合呢 你三十大年三十大年初一 三十在吃中饭 初一也是来的 每年都在这里 每年都在这里 我过年团年 你们是每年过年 都在一起过的 在我在团年 都是 儿子啊媳妇都是一起 那你怎么又说 是休书去了呢 休书去了 一排父爷 我生在这打笼子 生在这打笼子 你三年三十 到底是在哪里吃的饭 在那边吃的饭 我大年三十 我儿子在县下挖一口 出口了 三十在哪里吃的饭 这吃饭呢 这吃饭 吃的饭 吃的饭 在这吃饭 王云斩钉截铁地说 前夫吴建国 今年大年初一 确实与自己 在一起吃团圆饭 听到前妻的说辞 坐在一旁的吴建国 此时面露尴尬 极力否认 他到底在掩饰什么呢 我在座的过程 都不想进来 想看看 爸爸看在等 都不想进来 嫉妒的吊在哪 这都是不好的 是不 完全不舒服 跟健行不行 毛都留着他的鞋 在干关系 干缘分 那干净 你当时是怎么走的呢 又怎么要两个人要离婚呢 当时也是我自己有点错 知道不 什么什么错 什么原因啊 什么错 意思成等了是吧 怎么怎么说呢 意思成诺不 然后没成诺过来 嗯 消失了 即使我两个人关系也不说 你什么事情呢 阿姨不好意思说 我也不好意思说 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你们俩怎么都不好意思说 我已经上个电视台下了 当记者问及两人为何离婚时 两个人都笑笑拒绝了回答 到底王云当时做错了什么呢 你还不决定还得过来 那那我 赶紧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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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想要我费个 你想阿姨回去 我要费 还没出发的 我就出发的 还没出发的不发的 还没出发的不发的 我看了你子我要费个 我看了你子 哪天是结婚时 哪天我就费个人 我家子整个人不是人 他没人家整个人 他昨天又是打电话给我的 他看了你我走个人我就不来了 我是走个人什么时候走的 我一个人就是他的弟弟兄不对 弟兄不对 我非常关心 有个眼神在那边 有个眼神 我是干 都是为了给他家庭一下我 你是不是一直都关注着 他们那边的情况 那肯定关注 王云对于前夫吴建国 与刘远之间的矛盾 事无巨细的全部知情 他说离婚这么多年 对于前夫 他依然时刻关注着 为何时隔12年 王云还想与吴建国 重新在一起呢 怎么会突然想说十几年后了 过了这么久了 还是想着要回去呢 我小儿子最近离婚那几年苦恋的 他说妈妈 我说的心疼 妈妈你不要审我 审了我 不负责啊离婚了 我长了我都不好做吧 我行的 肯定是行的了 几个好麦子的 几个好麦子的 还是有个是大学兵的好麦子的 你现在怎么想 我饿子很欣妇啊 把饿子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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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感觉 那个要几十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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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了 从这里附身 我说 秦中的附身 你是这边他们的 这边的邻居 还是那边的邻居的 他的拉拉队 但是我们都是门面上的 你看门面上的 我看怎么说 不是拉拉队了 这样的 都是根正的干老婆 根正 这样倒的 这样倒的 这个前妻怎么样呢 性格什么呢 性格好 他这个人是 嘴巴多一点 知道不了 人还是好 你觉得他们俩在一起 可能 啊 他们俩来合适 跟那个仙人在一起 不好一点是吧 我们俩本来 尽了不守 整整舍到走 是不开窍 不开窜 好 我们在这几天 整地就站着 跟我们的杠杠 他搞了 一二十岁 妈妈回去了 他儿子 那个时候那个 先生还没走的时候 就已经看那个圈了 是吧 对啊 提到儿子 王云忍不住声音哽咽起来 离婚时 小儿子才十六岁 而如今 一转眼 儿子到了该结婚的年纪 有很多优秀的对象 都因为自己家庭情况复杂 考虑后 选择了拒绝 这让做母亲的心理 十分内疚 难道 王云就是为了儿子的婚姻美满 才选择 与吴建国重修就好吗 吴建国爱与儿子 对圆满家庭的期望 而左右为难 他到底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此时 王云突然情绪变得十分激动 你到底行李到底是什么 你之前跟我说 你又不想这个前妻回来 你现在到底 你又开始犹豫了 一见到你前妻 你整个人又 又又又 哎 这个干什么 你把他手机砸了干什么呀 不是 手机 不要这么 这个手机是他的手机 我怎么做的 你还怎么 害得我你屋子好惨 害得我宰 宰嘛 就会见见见搞官 哪个你一生的病 一年不比一年一生的 我冲吧 把那个死在 小心小心小心 别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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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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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后跟他买的生意 哎呀 把这个炸 哎呀 跟他买的生意 肯定靠了 都会在那里 王云在吴建国的口袋里 掏出手机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看到吴建国迟迟不肯下决定 他想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阻止吴建国 与流远往来 而坐在凳子上的吴建国 看着前妻怒砸手机 却始终 一声不吭 你怎么在这个老婆面前 你 她是生了你 你反而比较 比较挺她的 你都没有什么反抗的约定 那我也运着 我也不好反抗 看母子了 你是想跟谁过 三个人 我还在疼过她 我还在问她 还在问她 你还想母子掉起 还在问她 你这带母太大搞的 真是个掉起 哪都搞不定了 你现在就是心还是偏向那边 偏向仙人那边 是不是 来变大世界 大世界 在流远面前 吴建国侃侃而谈 比较强势 而在王云的面前 吴建国则唯唯诺诺 不敢表达自己的不满 一边是温柔贤惠的女友 一边是性格强势的前妻 吴建国左右为难 纠结万分 也许是觉得自己理亏 也许是想换回前夫的 一点点柔情 王云立马跑出手机店 重新给吴建国 买了台新手机 塞在了吴建国的口袋里 两个女人都在等着自己的回复 作为矛盾漩涡中心的吴建国 此时提出想要回家静静 认认真真地考虑三人之间 到底该何去何从 你是在这个山座睡觉 就是这个山庭睡觉 晚上一点点的山庭 下午早上七点之后起来 你就是一床杯子 放在那个东方板上了 就没有别的 对对对 就是这么样 十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这十二年都是在这个上面过的 都是在这上面过的 你看你这上面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一个像样的柜子 可能一个像样的桌子都放不下了 这个人都要挽着腰 直不起腰了 站不起了 就这么样了 就是你意思 就是你现在一米五 一米五左右的这个身高 都不不起 应该是 应该是不到一米五 应该是 一米四的 一米四 王云离婚之后 一直经营着这家小卖部 楼下做生意 楼上就是王云居住的地方 阁楼的空间十分狭小 床盖被入简单的铺在地上 在这逼着的空间里 成人根本无法支起腰走路 洗漱都只能去旁边的厕所解决 那么当时王云 为何执意要离婚呢 王云说 潜伏性格暴躁 结婚二十多年 不顺心时会对自己动手 时间长了 耐心磨没了就走错了路 背叛了婚姻 导致了两人婚姻破莲 我跟那个男的 年纪多吧 就分开了 就是我一个人在这里干 就是这个 跟他一起开店的老乡 就走了 他走了 对对对 你都是一个人吗 都是一个人 你就没有再找老爸了 谁边都乱来去挑战 我们桌地有谁 我一直是一个人 是金色 那你这些年后悔了 后悔了 你这十几年 当时后悔了 当时离婚的几年了 好不须夫 那怎么看着别过 看着别过来 看着别的一家 有小孩 两个一起过年了 好遇到 与男友同居了两年之后 两人便和平分手 自此断了联系 而这一年 王云一直截然一身 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 经营小卖部上 儿子的婚恋问题 让王云萌生了 想要回家的想法 王云和吴建国相识于威时 两人在一起二十多年 从什么都没有 到渐渐有了家 有了属于自己的修理店 一步一个脚印 十分艰难地走过来 而日子刚刚红火起来 王云去一种婚姻里 最错误的方式 结束了两人的感情 离婚之后 他也自偿苦果 得到了最深刻的教训 王云说 他现在只想弥补 当年所犯下的错误 把对儿子的亏欠 对前夫的伤害 用往后的岁月 一一抚平 那么吴建国 真的能够释怀 前妻带来的伤害吗 两个女人 两段感情 他最终又会做出 怎样的决定呢 你如果看得起来来 给我病假看 我到底行持哪个 我只能做服居 行持新人的 太太来还是新人 你接着太太 你往看一块 居然是病人的 还是要在病死 我的居然是 我的脚弯不整整 那两个女人 都给它感情问题 是咯 但是谁说 见起跟所有人 要结果相信了 但是到一起 社会要有十几年 大学二轮就给它齐齿 不知道新人有的 压一十几年 都给它感情和满 可能这个有点不差 让它走到的话 如果新车的话 就必须还是人家 人家住在那里 大学你无论这种 都也有的 无论也不好的 住这种新车 选择等人 都可以比较 你有没有看吧 你有没有看 哪个好 你现在看 看哪个好 你接心 你把 跟你新了 这么多 好久 行了 对 不是事 你后面 你后面 你是不到十几年了 你也感情了 经过一夜的思考 吴建国还是难以整理思绪 他将几个邻居召集在一起 希望好朋友们 能给自己最中肯的建议 朋友们都表示 希望吴建国跟着心走 前妻生下两个儿子的苦劳 现任十几年的照顾与陪伴 付出都应该被珍惜 大家都献言献策 希望吴建国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他在小鸟里 在这里我们是接触得多 还是 经得一个 这期子的那个 那屋开的也搞的 一无大牌 一无跳 就是紧紧捏捏上班 上那个顶班 休息的时间 就是无理搞那个顶家务 那里面抓酒 一口也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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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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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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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